歡迎大家來到逢星期五萬八點半直播的動漫廢物 收聽方法就去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 你就會聽到直播 有甚麼留言都可以在LiveTRAD 直接跟我們說 我們轉次看到都會回應大家 如果錯過直播的話 可以去到我們網站 aceris.org 就會有MPV Archive重溫 亦都有Podcast 最近的Podcast好像好一點 不是經常出事 可以讓大家穩定一點聽到 Jingle方面我們還在試 希望可以儘快提供Jingle給大家聽 讓大家在等待的時候不會那麼害怕 好像沒有了聲氣 我們儘快吧 因為剛才有聽到 已經早進來的朋友應該都聽到 開始有些雜聲 我研究到怎樣放進它 但是還未研究到它 可以很乖地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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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 這個給我們多一點時間 對啦 大家好,我是Sunny 我是Sunny 我是Sunny 我是Timmy 今天暫時只有我們三個 我們已經有聽眾說還沒有聲音 對啦 已經扔了出街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再看看他們一會兒會不會有聲音 有啦 有啦 我聽到有聲音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個禮拜直播了 說嘛 我謝波 一開始想說一點點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花生東西 就是西遊 剛剛進入了第二部 劇情不打算多說 但是在第二部的開頭 封面那裡出了一點點花生東西 就是有讀者 在一些facebook群組上投了出來 就說覺得封面的顏色很暗 那一期就是西遊的角色阿修羅 他拿著一把刀 一個背影來的 然後就被人說他的閃電做得很傻 就說阿傑多覺得封面沒有心做 然後也引起了很多的討論 阿傑多也在現身回應 有各方面不同的意見 我覺得這件事挺有趣的地方 有些讀者就覺得封面很暗 顏色很暗 我覺得不好 他們又想封面一點 特別是電能夠能夠光鮮一點 他們覺得會比較喜歡 阿傑多的創作理念就是 灌制他一貫的那個 應該說西遊整個的色彩 所以他堅持了這件事 其實讀者評擊他的原因 原因就是他覺得阿傑多在西遊和山海的封面上 有一定的落差 他覺得他做西遊有點傻 但是做山海的讀者是喜歡的 所以他就覺得 他有一點應該是覺得 阿傑多好像是傻做西遊 而他有比心去做山海 他覺得阿傑多做到 而他沒有心做 阿傑多回應當然不完全同意他的說法 但是我想很難一概而論 是誰是對誰是錯 或者始終都是關乎到一些口味的問題 喜好的東西很難說 我自己其實挺喜歡那一期西遊的封面 而且那幾條電是比較暗 以閃電特別是港漫的採告封面來說 但是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覺得阿傑多在西遊的封面上 其實下的顏色都是比較暗 他叫他貫徹整個風格下去 我自己又覺得是可以的 當然你說這樣算不算漂亮 我覺得不少有些個人口味 我自己特別 因為阿傑多個人的Facebook上面 其實他有時候會有些封面圖 就是由草圖 變成我們看到的完成稿 中間的過程 所以你看到阿傑多是做了很多不同的Fight Tune 以及轉變了某些位置 整體 我很難認同的是阿傑多沒有給心去做 但是做到出來 大家喜不喜歡 我覺得是之後的事 我想 所謂讀者的意見是重要的 也都是可以隨意去比 我覺得這件事 但是就是 叫做是小小的花生 如果又入到某些群組看到的話 當中的討論也挺有趣的 也引起了其他行家 他們的行家 的一些參與 這些討論 因為始終他們可能都會 他們都比較欣賞阿傑多的做法 可能比較 他們也有對讀者的意見 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回應 可能也有若干的火花 有興趣吃花生的朋友 都可以去吃吃 這些包蟲禍心的混蛋 當然是吃了花生 我們也有聽眾 在Check Room 留言說 他覺得西遊的風景比較好 沒有山海的那麼複雜 各有的風格 因為龍少那種風格 一向都是比較花一點 還有電彩的亮度是比較大的 他那種其實 比較卡通化一點 我自己覺得 如果以西遊和山海的封面 來比的話 其實西遊的封面 是會 真實感 我覺得是強很多 因為 可能就是用電彩的關係 山海的 色彩的 對比會大很多 所以看起來 會感覺像 卡通片 我說的是顏色 不是說造型 是 咦 我們直播又斷了 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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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說起航之前 多說一個小小的新聞 之前我們都曾經 約過一個組織 北史雄上來做過一個訪問 北史雄的訪問裡面 那次訪問之後 他們自己的成員裡面 可能都有一些結構上的重組 在那次之後 其實他們有幾位成員自己獨立出來 剛剛收到消息 他們幾位成員 打算在今個月 9月 今個月裡面出一本新的作品 就叫做 EX少年 JXXX 對 EX少年JXXX 可以J那麼多下 到底是什麼呢 現在都不知道 但是我找他們的成員 就八卦過 會大概是約一百頁 有三個漫畫故事 加少許文字專欄等等 或者一些訪問的東西 也是一本 類似綜合漫畫雜誌 他們有沒有三本處 有沒有口號的 剛剛三個故事 他們那本書都有一個題材 所以主題 主題就是 未來 神類未來 不是 剛剛不順暈未來才說 斷了 哎呀 我們的未來斷了 未來應該 我們現在有回聲 接吧 他們的本書的主題是未來 我自己很喜歡 他們這個想法 就是他們第一期書已經會給了主題 我記得我們之前曾經說過的幾本 綜合漫畫雜誌 例如 大概是兩年前的黑漫畫 然後 漫畫buddy comic show 等等 他們其實有時候 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主題比較模糊 黑漫畫 我記得那時候 第一次開始是玩外星人 第一次 然後好像開始是鬼 那他也有 但是 中間 我覺得 未必每個人都可以掌握到 他們所謂的 靈異 可能大家的觀點有點不同 有些可能是純驚嚇就算 是 那 Mama Buddy 我記得沒有太多限定主題 因為他都很豐富 有不同的內容 在裡面 即不同題材的作品 在裡面 而這個 Comics O 他們第一期就是 叫做 因為O 他們是細胞 所以有無限的可能性 其實就沒有很多主題 但是第二期 這個 歐凱邪 sorry 歐凱邪 就是加多了主題 就是叫做時間 是 貪明的東西 那 他們慢慢 其實我們之前晚幾都說過的 就是他覺得一本綜合漫畫 如果有一個主題 會比較容易去 catch up 會比較容易 catch up 還有創作的朋友 可能他們都有一個target 看著來做 對他們來說 可能都是一件好事 那 這本漫畫 接下來九月就會出 那 我們到時就再 因為現在我連售價 或者其他東西都不知道 只知道我名字是EX少年JXXX 如果有更多消息 到時可能再跟大家回報一下 出了我們當然會支持 對 我們真的有很多奇行 在這裡 是 那 我們說完 說了一些奇行的東西 這個 古惑仔 我們好像很久都沒有說過 古惑仔 應該超過了十期 其實 那 因為我們其實還有一些書想說 不過我想等萬記回來 到時 再跟大家說到其他書 那我們現在就先說回這個古惑仔 古惑仔 我們之前應該就說到 滅東英那場 就打到尾聲 就是這個 大飛打金磚怪 金磚怪這個叫什麼 山窮水盡出高手 九死一生見真章 差不多 那些東西 所以呢 在山窮水盡的時候 金磚怪又一次著草了 金磚怪著草之後 藍哥就帶隊在香港掃蕩東英 的餘黨 而另一方面 其實這條線就轉了台灣 因為韓濱在滅東英這場 像臨開打之前就走了過去台灣 那麼在台灣那邊呢 他們就想著直接直倒這個毒蛇幫 因為既然你毒蛇幫幫東英搞我們洪興 我就調回分兵力出來直搞你毒蛇了 但是去到的時候 他們叫做策劃緊的時候 就突然間受到襲擊 然後他們調查過之後 他們就發覺襲擊的人 原來是天獸 天獸又出來了 之前有集說過 是不是有個說什麼 很無緣無緣 很無緣無緣 因為他說不知道什麼 這傢伙 老藍瓊 還能跑出來 是啊 那他都差不多80了 應該如果計算一下 藍瓊也這樣 中風 天獸 他理由很古怪 天獸 自從打完 江湖巨人 江湖巨人 之後 就很抬 因為有些打 但是呢 他人越來越殘 然後去到某個位置 頂不住 天獸不應該是這樣 就走去 荒山野嶺 流浪 然後回來 變成這樣 凡是上了荒山野嶺 回來就會脫胎換骨 剛剛我們的Slide Show 也說到 天獸竟然是打算利用大自然 他覺得自己能夠克服大自然的話 回到城市裡 就必然能夠脫胎換骨 我又看著你何來這樣的理論 還有天獸都是一個 我任你年輕都60 一個60歲 不會 陳奧南出來的時候 他都說 天獸都說三十多 三十多萬 三十五萬 現在陳奧南 五、六十歐 你最少七八十 我任你 我當你七十 一個七十歲的阿伯 你努力的鍛鍊 你最多是不會很衰老 你不可能 還是這麼倒楣的狀態 其實你看到 現在很慘 第一 本身 毒蛇幫那裏就 儲了收場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究竟攻入了所謂的東櫻部 為什麼東櫻就被人 好像滅了這樣 現在 其實只是說他 在各個地方 擊破了他們某些主力 然後 陳奧 陳奧 陳奧再報寸給警察 叫他們針對東櫻 但是東櫻 是不是滅了呢 這樣叫我 很質疑 其二就是 本身是說韓濱 想要去台灣搞毒蛇幫 結果就因為跟別人單挑了一場 那就沒有一件事 之前鋪上的那些有什麼意思呢 你擺明這裡是改篩了 但是還要為了一個這麼昂貓的理由 因為我沒有記錯 天修說 如果你不跟我隻抽的話 我就跟著 毒蛇幫你打你 這樣一刻 我也不應該和你單挑 我是龍頭 傻子 我覺得這個位置 有點有趣 就是改喬這個說法 因為中間就是 韓濱過隊被天修捕 這樣跟天修隻抽 最後 韓濱是打輸了給天修 那天修開給那個盤子 就是我打贏了你 你就帶隊走 你打贏了我 我不插手干預這件事 這個是他們的盤子 最後韓濱打輸了 我看到 那一期看著 安排韓濱輸了 然後韓濱就說 他要 已經輸了 他又不是殘的 韓濱輸完之後 還可以馬上去浸山溫暖 就是拍拍的說 不用打到尾 不過我還是輸的 他又覺得 大家捏到尾 也沒有意思的 他知道自己會輸 所以就收手 他要想的就是 如何冠冕堂皇帝 帶隊設兵 問題就是 我看到的時候 我都覺得 是不是改了橋 你這樣寫得很差 但是想想想 因為其實天修會出來 說了沒有半年 都有三個月 其實他講了天修會出來 說了很久 而天修跟韓濱的關係 就在於 他在江湖巨人排名戰 跟韓濱打成平手 所以 才被人開始看少他 覺得他回堂 你連韓濱都可以跟你打平手 你算什麼 一級高手 這樣去看少他 當然 他是奔利府 賓濱 其實都不是垃圾 但怎麼看他都不是最頂級的 所以天修跟他打平手 就開始被人看少 而牛佬特意安排 韓濱過去台灣 其實是預了他會再預天修 應該 但不應該是這樣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安排到 他跟天修用一項隻抽 來分勝負之後 他就要帶隊離開 這個龍頭是一件 挺賊的一件事 如果你 航濱今時今日 這個時刻 回到香港 而陳浩南有心要逼供的話 他會贏硬你的 我帶隊去香港打東英 贏到開航 你帶隊過去打算搞毒蛇 變成三日兩夜 這個豪華旅行團 早期去晚機反 這段戲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安排 改了橋 但你改橋也沒理由改得那麼差 我理解不了 而另一條線 即是韓濱和天修那條線結束之後 另一邊 其實就在講這個 洞督笑雙打 大帆 不是大帆 即是坐圍和納花證人 他們又出發去殺趙繼邦 那 航濱對這段戲就很放心 快要 萬達走出來 叫娘子走出來 看那兩個 他又走出來 打算殺趙繼邦 娘子出來拜耶穌 那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是 韓濱就在說 他覺得這段戲是十拿九穩的 即是就算他們 搞不到毒蛇幫 那 對這個毒蛇幫的 那些是成計人 趙繼邦的這個計劃 都十拿九穩 因為他就說 這個 坐圍和納花證人 聯手出動 就先有失敗 不是 他們說 他兩個人都是神人 過往的任務 都很少失手 何況這次 兩個都一起出動 他們什麼都沒有做過 而問題是 在大概三十期之前 我們就看著 他們兩個被一個 母女制住了 他們那次就失了手 他也說 閃有失手 也有的 只是很少 對 很閃的 那 我覺得他們兩個 不知道他們兩個是神人 但 自從上次他們兩個被一個 熊魔女制住了之後 他們兩個一出場 他們就有少少想笑了 我覺得他們有些 為什麼呢 動篤小雙蛋 意味出現 那 坐圍都說 他想了一個辦法 就可以殺到趙繼邦 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辦法 那 以今期最新的 星期四出的那一期去看 他應該就只是收買或者威脅 趙繼邦身邊的近身 可能是最親的人 就是日房夜房家賊難房 而趙繼邦也都在這個時候 同一時間 就被丁瑤召見了 丁瑤就屌疤他 就說 因為 天修跟丁瑤說 就聽到有些不好的消息 在江湖上面流傳 就說趙繼邦就好喘 就是經常都指高氣揚 刺著自己是毒蛇幫就大了 那就 很囂張 還行霸道 那樣 丁瑤就 叫了趙繼邦過來 趙繼邦以為他是大興問罪之師 就是拿了幫派的名字 出去招搖撞片 那原來 反過來 丁瑤跟他說 你都傻傻傻的 你殺了那些人 你現在是找一個最厲害的 你殺了他 其他人就自然閉嘴了 你要嚇怕那些人 你不應該被人說閒言閒語 誰說你閒言閒語 你就罵他 這樣才是惡的 然後他就叫趙繼邦出去掃平全世界 他的字眼真的敢死 趙繼邦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就很開心 覺得老母親喜歡看中他 其實是叫他找一個其中一個 找過來打 你滅了其中一個 其他人就不出聲 其實我看到這段 我有個地方挺詫異的 就是要你父親的氣魄 差不多 在我印象中 阿山雞是一個契弟 阿山雞自從 他做了毒蛇幫幫助好些 不是 他就是 去到後期 你會發覺阿山雞 除了一個人囂張之外 其實他沒什麼用 是 你不覺得阿山雞有什麼特別厲害 好打又不是好打 他人生最成功的是什麼 就是娶了丁瑤這個老婆 還有 還有 在阿陳奧南店的時候 納了他幾個地盤 那 你覺得這個人有多厲害 我又不覺得他有多厲害 那我想趙山雞 應該都是一個江湖巨人 不覺得 我覺得丁瑤才是江湖巨人 那是 丁瑤的威脅性是比山雞更大 山雞 可能我老母也不想在兒子面前 太沒得自己的老公 但是我又不覺得 阿山雞又 就是 你要 說真的 好打又不是好打 聰明又不是聰明 個人還要 只是得囂張 我真的不覺得他有多厲害 老實實 那但是呢 趙繼邦聽到老母這樣支持自己 叫自己掃平全世界 趙繼邦第一個行動是什麼 霍蕭文兩條女幫忙 對 不是 他在建老母之前也找成了兩條女 是 然後找兩條女打去 我看到那邊的時候 也可能看著 為何要贏的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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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撈 這樣要等了 然後等第一 eventually 整個小學生都在哭 然後他哭什麼呢? 原來他覺得丁瑤不是看得起他 所以叫他掃平全世界 是想送他去死 老母一向都當我是群腳仔 突然間這樣撐毀 當然是想謀怨我,想我死 即是覺得我沒用,放棄我 還說他記仇 因為之前他打算有一次謀少山衛 雷死了,他說沒有 趙瑩,你找金尊貴報仇 你找我幹什麼 趙瑩邦覺得是他的原因 趙瑩邦發展到這樣 怕起來就先撐毀那兩條雷線 若打姐未必會死 我不知道 但是他還是會出動 趙瑩邦去找炮子健 因為東英的炮子健走過來台灣 找炮子健談合作 這段我覺得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他跟炮子健談合作 他的目的呢 是要掃這個八大山堂之一 掃阿春瑩者 不,他有原因是想找隊士兵 順便做其他事情 但是我有些奇怪的是 八大山堂 Supposed 和毒蛇幫是聯盟 雖然他們不是屬於同一個幫派 他不是紅兄底下有十二楚管 他們是真的幾個幫派聯在一起 但是八大山堂 Supposed 都是聯盟 沒所謂 反正他這段時間跟他不一樣 他們的關係 他們什麼時候改都沒所謂 我覺得 OK 因為我自己覺得他掃八大山堂的時候 我第一個感覺 他看著 打八大山堂 你是不是打錯字 你找八大山堂談合作 沒所謂 他自己喜歡怎麼說 這些關係 他們自己定 我覺得 又不需要太認真的 我自己在這個位置我覺得有點奇怪 整體來說 打完東英這一場 牛佬是想走回多一點文氣 當然其實中間 天修和韓斌連續打五期 那五期真的不忍不忍不忍 又不忍不忍好看 還有那一場打的原因是架 所以 感覺很差 而那些文氣 我覺得又不是很差 但是 他寫不厲害的人 他寫給我看趙繼邦有多刺 寫給我看韓斌有多沒用 然後寫給我看 到底 阿丁姚也這麼強 然後 佐維和 納莎 納莎 他們好像有他們的計謀 但是 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之前的表現 讓我對他們搞笑的期待 比他們實際打的期待 所以整體下來 我覺得這十期的古惑仔 我看得有點辛苦 這陣子看古惑仔也很辛苦 有不辛苦過 其實這半年也很辛苦 也不是的 幾年也挺辛苦 我覺得看後面的後鏡是很低 為什麼呢 但是古惑仔俱樂部是很低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花生性 例如呢 我先看一看 因為那些牛腦的畫 還有古惑仔俱樂部 每次都有些搞笑的東西 先看一看 例如呢 例如呢 例如可以留意一下 有這個熱血眷連漫畫網 可以看到新一輯的金錢詩 其實牛腦這幾期都很努力推薦他們 《熱血少年》那個 即是《熱血時報》的那個 也是《熱血少年》 那個網站 上面有些APP嗎 或者叫網民 看到其實好像《茅山高校》 剛剛今天我們 即是他作者都在我們的 不是作者 他是畫手應該是畫家 都在我們Facebook的群組裏 做了一點宣傳 就是《茅山高校》 重新再連載 《金錢詩》我們之前 也特意拿了一期《熱血時報》來看 《復行號》的《熱血》 裡面也有一回的《金錢詩》 好像上網是繼續有的 然後 帽子君的《心的雲吞麵》 在上面也有繼續推出 所以有興趣其實都可以看 但我最近沒有時間 我脫掉了 而且始終我用手機看 我覺得這個度有點怪 我還是要用電腦看才舒服 而另外牛佬 這兩期開始加多了一個專欄 就是一個小說來的 叫做《非女正傳》 未知是有幾場 但是一個新人所寫的小說 《女作家小妖》 《初事提升》 《非女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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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女正傳》